随着2016总统大选开始倒数 海外支持侨胞也气势高昂 全美40个红秀柱后援会代表 共200多人 齐聚在盛河西双向旅馆 参加全美各地支持红秀柱 竞选总统后援会 联合适时大会 那么国民党海外部主任郭云光也强调 红秀柱是国民党唯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希望大家勇力支持 在高昂的音乐中 全美各地40位红秀柱后援会代表 高举着所属地区的招牌 声势浩大进入会场 大家身穿印有红秀柱照片的T恤 展现出团结热情和活力 这场在盛河西双向旅馆举行的 全美各地支持红秀柱 竞选总统后援会联合适时大会 也邀请到国民党智库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副董事长杨靖天 及国民党海外部主任郭云光与会 在大家共同合唱中华民国国歌后 健身大鼓队穿着象征国民党党灰的蓝色背心 以气势磅礴的表演开场 一波波鼓声象征海外支持声浪 把侨胞对总统大选的关注传回国内 代表红秀柱出席的杨靖天表示 红秀柱竞选起步较晚 时间有限 目前正在国内各地进行竞选行程 未来有机会也希望能与侨胞见面 看到在场各位住宿节的支持者 士气高 大家情聚一场 表达对住宿节的坚定的支持 让人非常的感动 从侯业党政策参与以来 一路走来 可以说是获得我们全党 大家共同支持 通过了很党全国党代表大会 提名 他每一次的讲话 都声声到达到我们的心 也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 大家在深受感动之余 也愈发现面非常的支持 现场也播放了红秀柱 为世事大会特别录制的感谢影片 获得全体支持侨胞热烈的掌声 看到群球挺住后援会 分分成立 片里开花 让我万分的感谢 也十分的感动 郭云光特别提醒大家 先确认自己有投票权后 再踊跃回台投票 我认为要很明确地跟各位说清楚 因为现在外面都认为说 党中央好像不支持侯助 我在这边非常严慎 非常明确的 各位报告 中国我们的唯一提侦 总统候选人就是侯助助 活动最后 由杨敬天代表授旗给 全美各地后援会代表 大家挥舞着首中国旗 高呼口号 也齐声合唱 展现自己的支持信念 台湾宏观电视 黄粉初 美国盛和西采访报导